在如今的娱乐区里面,年纪轻轻就有一番作为的演员有很多,例如目前非常出名的杨子、张艺山、宋祖儿、邓伦等人,他们可以说都是这个圈子里一股新鲜血液,当然也有一些演员是属于大戏婉成,他们在经历了多年的磨练之后才大红大紫,48岁的张嘉义就是其中之一。 相信现在很多人都认识张嘉义,自从他参演了电视剧《白鹿园》之后,这个成熟稳重,演技在线的男人就开始引起大家的注意,除了《白鹿园》之外,张嘉义往后的作品都备受欢迎,例如《卧底归来》、急诊科医生、《列场》、《我的》、体育老师和《美好生活》等等,虽然张嘉义本身就是一个大戏婉成的演员, 可是他的带人能力却非常的好,像关小彤、赵金脉、王维维等人,与他合作之后都火了,因此网友们趁他为女神收割机。 不过有一个人,张嘉义足足带了他七年也没有带火,他就是44岁的李乃文,李乃文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,他在2000年的时候参演了电视剧《派出所》的故事,至今已有18年的戏龄了,李乃文和张嘉义的关系其实还不错。 两人曾经在2011年合作了谍战剧《借枪》,虽然这部电视剧最后火了,张嘉义也被大家所熟知,可是李乃文却依旧不温不火。 除了借枪之外,李乃文还和张嘉义合作了电视剧《猎场》,他在剧中饰演神秘莫测的商人陈香。 之后,李乃文再次和张嘉义合作搭档《美好生活》,在剧中饰演业务《精湛》,专业剧能过硬的心外科医生黄浩达,可这些角色都没能他活起来。 直到2018年李乃文与静东合作主演的电视剧《恋爱先生》播出之后,他才真正的被观众们所熟知,李乃文在剧中饰演张明杨一角,与静东饰演的陈昊是不仅是生意上的合伙人,更是共患难的好兄弟。 李乃文在该剧中因为常常闹出不少笑料的缘故,让观众对他的印象非常深刻。 自从李乃文的演技征服了观众们之后,他的各种签约也是接踵而来。 今年的二月份,李乃文与静东合作主演的新戏《如果岁月可回头》,举行我开机仪式。 除此之外,还有与玛丽、潘月明合作的《逆流而上的你》,也在五月份正式开机拍摄。 至于他的另一部新剧《天衣无缝》,据说在2019年播出,李乃文如今的资源可以说是非常的好。 有三部新剧排队等着上映,而且之前上映的电影《我不是要神》,他在影中饰演瑞士医药代表一角。 不管怎么说,有实力、有本事的演员迟早都会被观众们发现的。 只要用心的做好每一部作品,大红大紫那是迟早的事情。 。 好